今年8月,总部位于中国的DJI在2017年,创造了27亿美元,占全球无人机市场的70%以上,该公司宣布推出两款新产品,Mavic Air Pro和Mavic Air Zoom。 但两者都是严格的消费者事务,今天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DLWorks该公司,扩大了新产品阵容Mavic Air Enterprise,这是一款专门私营企业设计的无人机,它今天开始以2000美元的价格发货。 Mavic Air Enterprise记忆和折叠,成紧凑的905克包装或多或少是为商业用途调整的Mavic Air Zoom。 它拥有1200万像素,以2.30寸慢向稳定传感器,最高可达两倍光学变焦和三倍数码变焦,最高可拍摄4K,并使用GPS时间出记录拍摄时间和日期。 有24G的板在存储空间,可通过MicroSD卡扩展和DJI的本地数据模式,可以保存存储在飞机上的信息和配对的智能手机。 另外还有导航设备,如来它可以在有人驾驶飞机上提供实时位置警报。 Flight Autonomy 2,一个8摄像头,双红外传感器系统,可以自主地引导Mavic Air Enterprise绕过角落和障碍物。 其他聚光灯功能,包括自家热车在电池,可提供长达31分钟的飞行时间,可在零下温度下工作。 最高飞行速度可达45英里每小时。 DJI的2.4GHV 5.8X OKSYNC 2.0技术,可以将现场1080P素材直播,到5英里以外的无人机夹控器。 与Mavic Pro的1.2英里相比,但也许突出的是一个扩展端口,允许飞行员将模块后配件连接到Mavic Air Enterprise的框架。 大门的前三个是M2的Beacon,一个可提供高达2400流银的双手电筒。 M2的扬声器,一种可以播放多达10个预线录制的语音信息的扬声器。 和其Beacon是DJI所说的超高量LED,使得Mavic Air Enterprise更容易在数英里之外发现,这三款产品都捆绑在一起。 配有遥控器,非用电池和带背形工具的保护套件。 DJI推出Mavic Air Enterprise作为G-MetrisM200系列开发套件的补充,并作为消防、直把、应急响应、电力线检测、电池塔检测和桥梁检测的量身定制解决方案。 目标客户是像KDH这样的初创公司。 它本月早些时候筹集了300万美元,又又可以检测运营、电池使用、飞行摇测和安全模式。 DJI无人机车队管理软件,以及运程呈现无人机平台CAP,像APP这样的公司使用无人机进行维护检查和协助自然杂取。 圣地亚哥消防局SDFD等数十家当地政府机构已经开始积极部署无人机。 作为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无人机的一部分系统集中试别计划。 今年5月,美国联邦航空局选择了来自全国160多个申请的10名申请人。 这些申请人有兴趣,重新设想政府和私营企业如何使用无人机。 据透明市场研究透露,全球商用无人机市场,预计到今年年底,将增长到88亿美元。 文章来源,XIXI.AI 文章来源,XIXI.AI 本性计划 本性存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